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息的房屏 现在我们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 14万9千美金的一个便宜的小投资房 这个房子都是一层的 然后年岁比较老了 装修的相对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它价格只有14万9千美金嘛 大的状况都还不错 就是橱口没有分心 卖家很有心思的把它 刷了一下 然后就帮我充实新橱口 当然了在性价比上来讲 这个房子也依然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带大家看一下这种房子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不是老拍 这种十几万的小房子呢 就是因为太好卖了 而且好多的房子都是 还没等我发上来就已经卖了 所以我拍的不是很多 但是依然一直有这种便宜的小房子 租金会比较好的这种 现在就先让我们来看这个房子 如果你对修正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现在看房子了 这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套 14万9千美金 那一套房子 这个社区就是这种感觉 这种便宜的休斯顿的房子 差不多就这种感觉的社区 然后就是说 墨西哥裔啊 或者是那种打工组可能多一些 但社区比较整洁 然后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呢 就是这一套 这套房子的报价是14万9千美金 三个卧室两个西尔间 房子有翻新 然后它是个新的车库门 这个比较好 外观也刷漆了 然后它的这个屋顶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现在我们进来看一下 现在呢我们就进了这个房子 那这个房子里面的几个翻新 有的不错 有的不好 一一来说一下 今天我们干的这个房子呢 首先这个房子的地面 它不是那种便宜的 Lemony的那种地面 它还是这个真正的木头的 但是是那种符合的 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然后一进门看到的这个就是它的客厅 然后这个客厅呢 它的感觉也不错 因为是有挑高的 你看 还有一点挑高 然后全部刷了漆 这些方面都是不错的 然后呢 色调搭配的也还不错 我们现在再看到的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主餐厅的位置 然后这个房子 还有一圈小包围 这一些地方 还算是比较精致的 这是一个主餐厅的位置 然后呢 再往里走 这个地方呢 就是它的厨房 我给您拍的时候 您看上去这厨房是挺不错的 把我配色各方面都不错 但其实呢 这个橱口根本没花钱 没换 你看你打开之后 就能看得出来 你看所有的这种 这种金属布件被刷 颜色跟这橱口颜色一致的 它是肯定没换橱口的 换了橱口的话 金属布件和这个颜色 一定不会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就确定了 这个橱口是一定没换的 都是以前的老橱口 只是刷了漆 然后换了这个金属件 这个这一点 这个卖家是很有小聪明的 然后那个石英的大理石台面 然后这种 ZINK都是换了的 这个没问题 然后冰箱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不重要 打开这个门 过去看的就是这个车库 然后天然气的 这个 炉灶 这个没问题 然后上面有抽烟机 这些都还不错 但是橱柜没有换新的 然后旁边用的这种瓷砖 也都换新的了 这个都是换了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卧室看一下 这个房子是三个卧室 然后走过来之后呢 这边是第一个卧室 也是这个房子的主卧 再往里走 就是它这个主卧的洗手间 我们先看看主卧的本身的这种感觉 然后主卧洗手间的里面呢 是淋浴间 淋浴间这儿没有玻璃 但是我估计 可以让卖家把玻璃安上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它这儿也都做了 这个也都挺好 然后马桶是新的 这些也都还不错 然后只是说这个橱柜呢 卖家没舍得花钱 然后这个大理石台面都是旧的 但是它把这金属布件换新的了 把橱柜的这些把手换了新的 所以看起来就很新 这一点是卖家的小心思 我们现在看另外的卧室 再往里走呢 另外的一个洗手间 是这样子的 这个洗手间也没有过多的翻新 但是整体的状况还是不错的 然后橱柜一样没有翻新 但是浴缸换新的了 然后上面的这个铺的这些瓷砖 也都是新的 这个不错 然后马桶 马桶也是新的 这个也不错 我们再往里走 然后再往里面呢 就看到这个小的卧室 这是一个小卧室 然后这边一个小卧室 这就是这个房子整体的感觉 现在我们去这房子院子看一下 其实一个十四万九的房子啊 就是这个房子价格 确实不是很高 这种状况还不错啦 就不能说它有的非常好 我只是讲了说 有些地方还不错 我给大家呈现一下 这个一出来 还有这样一个padeo 这个还不错 因为很多房子是没有padeo的 院子归归整整 没有乱七八糟的杂物 草维护的也还可以 然后两棵这样的大树 是这种高耸的 这种树就叫sepress 这种柏树吧 应该算是 所以它的根呢 不会很长 几乎不会影响房子的地基 因为离房子距离也比较远 所以这种感觉就还不错 然后这边呢 有一棵非常粗的大树 它已经被砍了 估计当时是非常大的 会对房子有影响 所以整体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 这个小房子 如果您对 修顿地产感兴趣 或者对 修顿投资房感兴趣 欢迎叫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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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